这个金棚502的原厂电池真的得换了它 已经把我扔路上好几次了 这个车呢平常我不开射灯的 虽然加了两组射灯啊 平常几乎都是不开射灯的 因为都在市区里面骑 所以说也不存在说什么 我这个射灯让它亏电了或者怎么样 它就是冬季的时候啊 这个原厂电瓶启动困难 刚才呢也就是停路边接个电话的事啊 然后再启动车子呢就启动不了了 黑屏啊直接钥匙插进去拧开 然后直接黑屏屏幕不亮 这个呢确实是电屏的问题啊 跟车子没关系 主要是这金棚的厂家啊 你就舍不得换一个好累了电池是吧 那电屏呢是8安的 好像是要换个12安的吧 12伏12安的啊 听车友说得换那个12伏12安的电屏啊 这个12伏8安的电屏啊 带动不了这个车子啊 现在已经等了差不多十来分钟了 还是不行啊 还是没电 没办法了 我只能拆电屏了 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金棚502的这个原车电屏啊 12伏8安的 这个不行啊 这个车友们都后换的呢 就是换的12伏12安的才能带动这个车啊 不然的话启动都很困难啊 容易亏电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电屏断电 然后再启动 百分之百没问题 现在呢把这个螺临紧已经通电了 OK打着了 就这样啊 就这种办法是最快的啊 把这个电屏啊 正负极啊 或者是任何一个啊 断电 断电之后呢 再拧紧啊 就能启动了 又负荣 就过来 看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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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